10點半直開記者會證實已經有37人死亡 重傷就有45人 另外有100人受傷 估計在最終的思想數字是有錢的 結果表示有4個爆炸狀態 在事件中爆炸上查出很多分子 是否出動自殺時的襲擊 但是之前沒有收到任何報告 另外蘋果日報方面講到 這一宗的炸彈襲擊事件當中 大家都會知道有一個秘密組織 究竟這個組織是怎樣的呢 這一段有講到 倫敦聯盟大集之後幾個小時 有一個與阿開達有聯繫的組織 承認是測動襲擊 並且揚言會對以大利丹麥等 在伊拉克阿富汗有駐軍的國家 發動類似的襲擊 事發的時候以色列一個代表團 在倫敦準備參加規制會議 這次襲擊發生了幾分鐘 英國警方被通知 以色列大使館就說 倫敦可能有恐怖襲擊 但未知道今次襲擊 是否與經濟會議有關的 這一個組織的名字叫做 歐洲亞法性戰秘密 組織指示是一個人所知的 他們用作發放聲明的網手 而另外倫敦阿拉伯瑜的報章 阿拉伯聖布成 聖城布也從電友接駁 這個組織的聲明 而歐洲亞法性戰秘密組織 如何警告意大利丹麥等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有駐軍的國家 如果五次軍 就可能會成為下一個目標 這是蘋果的報道 跟進入榮果方面 亦都有另外一些報道 亦都說到關於今次的大爆炸事件 先說到在倫敦景園 紅圈疏散 越紮地鐵站 很多的乘客的時候 在塔韋斯托克廣場 一架座面乘客的紅色雙層 巴士突然之間是發生猛烈的爆炸 暫時未能確定死傷者的情況 不過有個經濟說 巴士好像沙烈雨的灰口 而私開私體 動署也是 英國警方的警察 在巴士上爆炸的炸彈 可能原定是用來特別地鐵 特別不順提早引爆 警方當時亦都懷疑 爆炸的炸彈造成質 但不知道是否自殺式的襲擊 消息指出 如是巴士載著 公平地鐵站 公平地鐵站 有兩架巴士未炸 但未獲得證實 好,接著看看信證後 綜藤空站三十七四 超七八箱 震撒全國故事 倫敦當我們的襲擊 一用法士是否看到 恐到恐到襲擊 包吹令到全國故事出現 恐到襲擊爆炸 電網會價滅入 一日之前 倫敦剛剛贏得2012年的夏季武運會